蘋果這週發表了史上最輕薄的iPad Pro 但是同步放出廣告卻意外引發爭議 在廣告當中 蘋果是利用了大型的液壓機 將樂器 顏料等等各種物體緩緩壓碎 遭到了大批藝術家抨擊 說毛骨悚然很浪費 不尊重創作 對此 蘋果的行銷高層也罕見的發表聲明 對於廣告效果不如預期 深感抱歉 悠揚的歌聲中 巨大液壓機緩緩下降 把平台上的遊戲機 鋼琴 電視統統壓碎 最終只剩下一台平板 蘋果最新iPad Pro廣告主打輕薄 原本想傳達一切都能濃縮進小小平板裡的概念 沒想到卻意外引發撻伐 指責廣告內容就像在暗示 要以科技摧毀藝術 絲毫不尊重人類創造力 不滿聲浪持續擴大 也讓蘋果高層罕見發出聲明道歉 並取消該廣告在電視上的播放計劃 業界人士則進一步翻出 蘋果在1984年推出首台賣金塔電腦時 用一根鐵錘打破權威的廣告 痛批蘋果公司越做越大 早已忘了當年初衷 蘋果公司有這個歷史的歷史 他們是反對人的 但這影片好像好像是全圍繞 現在他們是孤獨技技術公司 實際上被毀了所有美麗的藝術工具和表現 這個公司是等等 acement 蘋果現真正中的社會 向小美國人對投入 這些技能對保育是 在他們大 turbo之上 特別是 tote mañana 他們還有選擇今igence 發展出太多味道了 我們在富士很多大量 還能 unfun 外媒指出就是在不少人担忧 生成是AI可能取代人类之际 苹果抛出了这支广告 才格外引人不安 睽違一年多才终于推出的iPad新品 销量恐怕也会打折扣 记者旁向怡 林小青 综合报道